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进入局所赵宗微信公众号收听局所视频节目 局所视频节目每周二周四上线,主要是对当前发生的一些重大军事问题进行评论 上周二呢给大家说好了,说是这周四给大家说说中俄南海军演的事情 这两天呢我看主要是中俄两国军舰停在战舰港在那个地方开放参观 另外还有图上作业啊,主要是室内的双方的一些理论研讨 相互切磋啊,这个为下一步展开这个演习呢做一些铺垫 这些东西没什么可评论的啊,也没有真到实相的干的 还没开始呢,所以我看看下周二啊,下周二给大家说说这个演习的事情 这个今天说啥呢,我感觉南海周边最近这个一直销声匿迹的菲律宾挺好玩啊 最近很少有他的消息了啊,今到三十下台之后就没啥消息了 所以今天给大家说说菲律宾啊,这个我有个事情给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说我们这个菲律宾呢,原来一直是录的二十多分,二十分钟左右吧 有时候我说啰嗦一点二十几分钟 很多人呢,嫌长,但是我看大部分人留言呢,说还嫌短 每次一个事吧,我尽量的给大家说,因为我讲事情呢 就是我们这个叫什么,传统媒体说过的话,我就不打算再说了 这个我估计你知道的事我也就不说了 所以我就想呢,说说我自己的事 有时候我想说一些新的观点什么呢 我会从历史上去追溯一下 这就很耽误时间 我也不知道,我不会按稿子说,也没个稿子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会说很长 有的人说,你这个东西它也不像其他的音频节目 我在青天FM上有一个张展忠说 那个,张展忠开讲 那个节目的话呢,它时长是四十五分钟啊 多的时候我讲一个小时啊 少的时候也有个三十七八分钟 它那个东西随时可以暂停啊 你就是听了半截突然来个电话 你把它关了 下次你又过了几天十几天以后 你把它打开以后 它还接着你上次断点再听啊 这个挺好 现在我给大家用的这个 咱们微信公众号的这个音频的这个软件呢 人家设计的是可能是说短话的啊 一分钟不能超过两分钟就这样 所以人家没这个功能 你说让我去设计软件我也不会啊 咱们只好用人家的软件 人家格式化的东西 咱们不能去动人家格式动人员代码 这不行 所以说呢,有网友呢 就给我出了一个好主意 我认为啊 他说你录两段不就行了吗 大家这个听半截损失也不大 也就是十多分钟 最后他再从头听一遍就算了 这个 那今天我就试试啊 我这个只要大家提出的意见好 我就尽量的听 今天我就给大家录两段啊 一段十来分钟 你要是听这个半截来个电话 或者干啥的忙 你就去忙 回来再从头听 那没办法 不是我的事 这事我别扭了半年多了 我就是弄不好 这事 咱们言归正传啊 这个有余的小船 说翻就翻啊 这个美非前几天 还在那这儿闹闹啊 这时时杜特尔特总统上来之后 这个双方就 就开始闹翻了啊 这个闹翻这个事呢 主要就是 这个12号啊 之前本来美非之间也闹得不好 在这个峰会之前呀 也是双方很别扭 最新的呢 其实就是12号 12号和13号 这两件事 12号就是菲律宾 这个总统多特尔特 他在这个 一次讲话当中 亲自向诸葛令 要求美国住在这个 菲律宾南部 绵兰老岛的这个特种部队 必须离开 说了三遍 为了强调 必须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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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个总统 这么坚定的 驱赶美军 你让美国这个 这个面子上 很受不了 这个 而且说呢 只要是我们 菲律宾和美国在一块 菲律宾就不得安宁 那美国是不是万额之源了 展示了美国 过去殖民时期 美国屠杀穆斯林的图片 和文字材料 这杜特尔特也是 美国杀过穆斯林 杀过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菲律宾人 但是 日本当时屠杀菲律宾 马尼拉达屠杀 一百多万 你这也得说说 别老 这个 把美国赶跑了 就忘了日本人 这个事呢 就是根据非美之间的协议 这个美国2002年 开始向菲律宾南部 派出他的特种部队 当时主要是对 打击极端组织提供帮助 一开始五六百人 以后减少到两百多人 现在要把他们驱赶 那是这两百多人 但是 这个 这个 杜特尔特并没有说 那些个 海军基地 空军基地 是不是也要驱逐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因为美军还租了菲律宾的一些 空军基地 和海军基地 还在这部署了 P-8A反潜巡逻机 EA18机电子站飞机 A10攻击机 你还有这些个 有时候B-52在这起飞 你这个 这些个东西是对南海 威胁最大的 他没有讲到 我估计先动个小手术 看看怎么样 主要是这个 还有一个讲话呢 就是特别 特别爆棚的 就是刚才我说的是12号的一个表态 13号的这个表态呢 12号这个表态是美国在 在关岛进行军演 中国和俄罗斯在 中国的湛江 李东海域南海进行军演 是在军演开始之后 他发表的 你看他是很有心计的 13号 他对菲律宾军人 发表电视演说 说什么呢 说这个菲律宾啊 以后不跟其他国家 在南海一块搞什么巡航了 也不再买美国的F16战斗机了 要从中国俄罗斯购买武器 这太厉害了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这两个要点 一个是原来是说好的 跟美国一块在南海 威慑中国什么巡航 什么黄岩岛5的 现在算了 我就保卫领海了 以后哪也不去了 也不搞这事 不招惹中国 再一个呢 就是还跟中国买武器 跟中国友好 这个是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新闻 一个新闻 那这个事的话呢 就是怎么说闹就闹 到这个份上来 上一次呢 是这样开这个 东亚领导人峰会之前呢 是这个杜特尔特 在一次会上发飙 发飙以后呢 就是这个 这个这个 隔空喊话 说美国 你这个放尊重点 就是我是菲律宾 菲律宾人民是我的主人 我没有其他主人 对不对 也没有人是我的主人 美国你放尊重点 别老是质疑 质疑这个 质疑那人 这个你 你跟我开会 开会的时候 我都骂死你 骂人婊子养的 骂奥巴马 最后菲律宾说 他说话就这个 风浅啊 这个狗头鱼 说我们那块说人不好 喜欢收拾人土话 那土话 婊子养的 这也不好听啊 这总统怎么能这么讲话呢 说怎么了 这俩 主要这个导科索是 因为杜特尔他上了以后 新冠上人三把火嘛 他主要是内政外交 那外交方面 都这个阿京都三十 一天到晚 跟中国闹 他感觉 主要是内政问题啊 不要老纠结那些 跟中国闹 有什么闹呢 先把内政搞好 内政搞什么 先稳定 先搞扫毒 戒毒 反毒 打击毒贩 这样的话呢 美国就说 你这个也不经过审判 逮谁 怀疑谁 就把谁抓着抓着 就杀了 这么短的时间 结果杀了两千多人 这是侵犯人权 老头气死了 你还跟我讲人权 原来我们是你的殖民地 哇 又开始了 哎呀 所以岁数大 71岁了 岁数大 你说还这么大 这个脾气啊 这挺有意思 但是岁数大的人呢 怎么说呢 就是他容易 把现实问题 放在历史的纵身当中 去思考 不会像年轻人那样的 去迷茫 去迷茫 哎呀 现在这个东西呢 新闻说的都多了 你说怎么看待 这个美非之间 这个翻脸不认人呢 我就感觉的话呢 是这样 就是美国这事 做的不是太对 根据联合国宪章 你尊重别的国家的主权嘛 你这个直手号角惯了 虽然是盟友 但是你不能当成小跟班 你要尊重人家 是不是 这个新的领导干部上了 以后有些新的举措 你了解了解再说 当年1992年 反美大游行 把美国赶跑 也是这样 虽然说 被西班牙 什么美国 日本殖民了 三百多年了 但是人家 现在也是独立自主了 是个主权国家呀 是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还是 美国这方面 有一些不对 说这个 菲律宾真的会买中国武器吗 现在很难 因为现在菲律宾买的武器 它一年才几亿美元 五六亿美元 五六亿美元 就买啥呢 你知道美国的B2 战略轰炸机 一价28亿美元 五六亿美元 如果买美国的F35 买三架 买三架 这个要像印度那样的 去买三代半的飞机 买阵风 买两架 美国说 我卖给你F16 F16 F16也就是买十架 你总也卖 六千万美元一架吧 买十架 说买骁龙飞机 买多少 骁龙飞机 得买一百架 哇塞 差这么多 那可不是 那可不是 骁龙飞机的价格 是F16 价格的十分之一 差不多 物美价格 骁龙飞机 比F16并不差 它是三代机 价格非常便宜 中国这东西 就是真实的 物美价格 它就买低配的就行 所以说呢 如果菲律宾确定好了 想好了 真是要买中国的 那是连买带送 如果真买物器 那就说是真哥们儿 就像巴基斯坦和泰国一样 跟中国 老买中国物器 那就真哥们儿 要那样的话 中国巨大利好了 跟菲律宾 那是握手言和了 是不是 美国就和日本失去 这个前进基地以后 形态影制南海 恢复平静了 中国海上四处之路 一帆风顺了 中国走向深蓝 从小不快跑 到大不留心了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那就厉害了 那就厉害了 说是赶跑美国 赶跑美国会可能吗 是可能还是不可能 我们下半段 再给大家说 咱们上半段就讲到这 下半段呢 你歇一下 再接着听 好吧 上半段 我主要是给大家讲了 这个 杜特尔特 最近出言不逊 导致美肥关系 迅速现实紧张 而且呢 杜特尔特 突然倒向中国 中国现在都没有做好准备 突然要买中国武器 要跟中国友好 而且终止跟美国 在南海的巡逻 那这些事情呢 就是如果真是这样的 会改变整个南海的 这个局势 这些个事情 就是下一步 菲律宾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往哪个方向去发展 你比方说 他真的把美国赶跑吗 真的能把美国赶跑吗 这个事是这样 现在不光是 菲律宾 那个二端 土耳其总统也是这样 要把美国 从硬件里 和空机里赶跑 这个美国也是 就是到这份上了 主权国家 这个想赶 那个也想赶 这个国家一走向 颓废 一走向衰落 以后就这样 就没有面子了 这个事是能做成 不能做成 我个人感觉是这样的 美国在菲律宾驻军呢 是根据双方 1950年签订的 美非共同防疫条约 这个条约永远有效 这是一个基本的条约 以后呢 又根据这个条约呢 签订了 这个比方说 1998年 等等这个部队访问协定啊 等等一些单项的 在菲律宾哪个基地 驻军驻多少 什么时间等等 一系列的这种驻军协议 和租用菲律宾基地的一些协议 那你总统突然有一天不高兴了 说你给我滚 不能再在这儿 我的基地不再租给你 这并不是总统命令 这是总统一个人的表态 那你这个协议呢 是谁签的呀 对不对 是阿基诺政府 或者是以前政府 那是双方政府签的 那政府签完了以后没有用啊 你国会要批准呢 所以国会批准 国会批准以后总统签署 这就会形成一个国家的法令 那国家的法令 你就得下边各个部门就要执行 现在你要否定这个东西 而且还涉及到原来的 这个共同防疫条约的问题 那你这个事情 你菲律宾要单方满面 这个负这个违约责任 而且国会最后还要批 你不是说你一个杜特尔特总统 不喜欢美国 不喜欢奥巴马 你想干啥就干啥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所以说呢 这个这一点我先说呢 并不是因为杜特尔特想干啥就能干成的 还受法律的一些制约 这是一点吧 再一点呢 就是这个怎么看杜特尔特这个人 其实一岁老头上来之后 这个说话直不隆通 这人是不是没当过官 人家当市长 当这么多年 老的领导干部 人家当了一辈子领导干部 但是这个人呢 他草根出身 这个喜欢直来直去 所以说特别受选民的欢迎 而且不贪腐 但是现在呢 这个事情还不太清楚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呢 就是表明 菲律宾杜特尔特政府 绝不会像 安吉诺三十那样 这个一头砸在美国的怀抱里 抱着美国打出腿 这个为所欲为 不会 他有可能 跟美国划清界限 不在选民战队 但是跟美国划清界限以后 是不是跟 就反美了 就是变成亲俄 亲中的一个人了 绝不会 他的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脚踩 三只船 或者四只船 中美俄日 这几个方面 他都来回做好斡旋 谁都不得罪 这个脚踩多只船呢 从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稳定下来以后获取最大利益 绝不会跟美国闹反 不要看眼前 还会跟美国 友好 而且在军事上跟美国 这个还有大量的军事合作 所以 这个 这一点要清醒 相反呢 他对中俄之间走多大亲密 我抱非常怀疑的态度 这个因为过去没有过 以后会不会是这样 我个人感觉不太可信 有可能会是权益之计 还需要大量的事实去证明 从目前来讲 看来 会选意义的还比较大 他有可能是做各种试探 因为这个人 他反手为云 复手为雨 现在一个新的政治家上台之后 绝不会听他一句话两句话 就改变政策 这是不会的 这是不会的 那么这个问题呢 就是他现在 这个多大亚他为什么会突然进行这样的战略转变 突然进行这个战略转变呢 我个人感觉呢 现在是早到他痛点了 因为他这上来以后 他就像禁毒反毒 为什么要搞这个东西呢 因为他要稳定国内的政治 对不对 因为好多人也要推翻他刚上来 所以他必须要搞这个 你美国你作为盟国不支持他 给他上眼药 所以他就 他就不感兴趣这个事 对美国 再一个呢 他是感觉到呢 这个东南亚呀 我以前其实在评论土耳其的时候 我说过多少次 我说ISIS有可能 今年下半年大面积的被消灭 伊斯兰国有可能走向溃散 他不可能全死 但是走向溃散 如果溃散以后 利比亚 索马里 东南亚 阿富汗 就会成为几个重要的集结区域 那如果到东南亚这一带以后呢 ISIS被跑这儿来之后 那菲律宾就是其中一个祸害 有可能就在他的南部集聚起来 那真这样的话 你美国又 又到这里翻孔了 那菲律宾又搅到战火里头去了 又跟中东一样了 哎呀他想起来都害怕 想起来都害怕 所以说那话呢 这个如果再像中东那样 火烧联营 国无宁日 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 这个东西就比较麻烦了 所以这一点的话呢 还是需要关注 所以最近我就感觉 杜特尔的突然战略者 跟这个有关系 那么美国下一步向何之去 美国向何之去呢 这个美国首先 他还要将继续盯着南海不放 南海是他一个重要的 重要的压护要道 在任何时候都不应该看到 美国撤离南海 因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条 第一岛链以外的一条海上通道 这个但是菲律宾呢 是个重大的变局 重大的变局 如果菲律宾出现变化 把美国的海军基地也给驱赶了 空军基地也给驱赶了 那美国就会中创 因为美国在第一岛链是三个点 由北向南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那么现在本来形势对美国是有利的 这个日本跟美国跟得很紧了 这个台湾突然出现不稳定 蔡英文上来之后的话 台湾包括太平岛问题 要不要跟美国当基地 这个是嚷嚷了一段 再加上菲律宾 那现在的话呢 就等于菲律宾这个事情如果出现变化以后 对于美国来讲 这个南海的战略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打击 所以这是一个问题 首先美国不会轻易撤出南海 再一个呢 就是菲律宾如果真的跟美国闹翻了 这个美国会在南海问题上 这个受到一定的损失 受到一定的损失 再就是呢 就是美国的战略冬移 如果菲律宾丢失 这个 那么美国的战略冬移 这个战略可能是 无疾而终 就到此为止了 奥巴马卸任以后就算了 这个事 美国也不再提了 菲律宾 因为它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重要 是美国控制马六甲海峡 在南海对抗中国 或者中国向第二岛链推进 挫败中国一带一路 海上方向走向深蓝的 重要的前进基地 日本也看到这一点了 所以说一带凑热闹 在南海非常活跃 美国这几年 在南海的布局呢 这个除去军事之外啊 我们平常看新闻 看的比较多了 经济上的TPP12个国家 像越南 菲律宾 印尼 这些国家都参加了 但是到现在为止 奥巴马政府 这个国会不批 政府做了很多工作 国会不批 那不批 奥巴马还没几天 呆头了 这个事儿 如果TPP都搞不了 那你军事上 菲律宾在丢失了 中俄南海联合军演 南海仲裁又失败了 那你还折腾个啥呀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问题的话呢 就是 我就感觉呢 这个下一步 如果说特朗普上了之后 可以断定 南海问题会发生 重大变化 如果即便是 西拉里执政 他也不能在 你本来这个战略 就是无疾而终的 你再上来 再炒冷饭 不管是西拉里 还是特朗普上台以后 都绝不会再轻易地提 什么战略 东移这种战略 已经折腾 奥巴马折腾烂了 一个东西 再炒冷饭 你这给别人背书 你有什么政绩啊 这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对于美国现在的判断 这个我就感觉呢 对美国就说两句话 这个帝国主义 正在一天天烂下去 这是一句话 美国现在是烂得太快了 我说过这个奥巴马 是带领美国 从巅峰走向 低谷的第一个总统 但是绝不会是 最后一个总统 我没想到奥巴马走这么快 很快就把美国走向低谷了 首先我们又看到 美国这个大幅的衰落 第二句话 受死骆驼比马大 这个反正最近十几年之内 我看不到任何迹象 中国会超过美国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说呢 我们还不要高兴的太早 好像美国就这不行 那不行 不能那样 受死骆驼比马大 美国依然厉害 那么但是呢 现在是个重大利好 就是中俄 在一些重大利益上 是双方相互关切 相互支持 中俄联手 团结广大的第三十几国家 可以撬动一下 这个西方集团 这个中间的 这个它不是铁板一块呀 可以撬动一下 撬动一下 往美国墙角 美国有好日子过吗 所以中国 这几年在南海当中 我一向说 大家要辩证地看 南海当中好多人说 你看看南海中赛 南海中赛一天到晚 让他们欺负我们 我们变得这么被动 你要知道这些年 在南海问题上 我们积累了多少经验教训 我们的海景建立起来了 我们造了这么多舰艇 最近我看说 中国六州造一艘056 造了三四十艘 航空母舰又这 我们这个文武之道 一张一尺 政治外交配合 你看 好牌连连 一张接一张 南海的岛礁建设 现在能起降 大型飞机 大型的机场 不计基地 下一步对南海巡逻 不就厉害了 挫败了南海的中赛案 让菲律宾丢脸 你支持者很少 我们顺利举办了 G20峰会 在东亚峰会上 和东盟关系 也非常好 现在这个正在进行的 中俄南海军演 你史无前例嘛 你这个事 菲律宾他不得不感到震撼 细思极恐 你更不用说打仗了 现在这次 这个杜塔尔他说 我们不想打仗 我们又不会打仗 那个意思就是 我们也打不过中国 我们以后不打 我们就在领海里巡逻 这就对了 哎 回归正常 菲律宾连正经空军 海军都没有 打什么仗啊 我都不好意思说 跟菲律宾打仗 你看我什么时候说过 那没法打一年 才五六亿美元的军费 你跟他打啥呀 他啥都没有 啊 说好的美国 又帮助菲律宾 共同巡逻南海呢 保卫钓鱼 黄越黄沿岛呢 哪去了 美国跑老远 搞个演习都跑到老远 一两千里以外 跑关 关到那边 一两千公里以外 的关到那边 啊 所以美国到现在 疲于应付 没有出什么好牌 啊 所以南海的形势呢 现在是对中国 是非常有利 啊 这个整个向这个 非常好的方向发展 啊 现在在南海的两端 啊 中国和俄罗 中国和俄罗斯啊 在搞这个军演 那边美国在搞 勇敢之断的军演 你看看这个对台戏唱的 今天我们抽中间 讲了讲菲律宾啊 跟大家一块讨论 好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啊 对了 让你 关注一下我的微博 我还有一个微博 叫张张忠开讲啊 你们这个喜欢上微博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的 我的微博号 张张忠开讲 好 再见